首先,我们先把那个荷叶的背板先拧掉 先确定荷叶的安装位置 我们准备了卷尺 离那个内扇边的话差不多在10公分左右 我们先把那个皮条给割掉 割到这个位置,这个位置和那个位置才对 这个位置 对,要割那个荷叶的总长度 这第一步就完成了 然后把这个皮条给割掉 在割的时候要小心 记得 喔 tests 感谢观看